小朋友 我们在这个空间 哇 很安全 老师一打开灯光 小朋友们都惊呼一声 因为烟水一度停电 看到电来了都好兴奋 小朋友们大声向家长报平安 还贴心的提醒家长要注意安全 这些是金山中角国小的学生 因为校门外的道路 全淹成一片 他们没办法回家 四日傍晚 新北金山淹成一片 黄土泥水淹满整条道路 严重积淹水时 刚好是学生的放学时间 家长却无法开车接送 学生只能留在学校等候 不只金山的国小 万里的大鹏国小也淹好惨 土黄色泥水淹满整条走廊 操场篮球场也被淹到看不出来 教室门口还堆着沙包 学校老师只能不断扫水 把办公室的泥水扫干净 但怎么扫还是一堆水 学生们下课回不了家 只好在学校吃晚餐 理想和工作单位晚间到学校查看学生 担心学生被困在学校饿肚子 赶紧送上美味面包鸡排 新美市长侯友宜也到场关心 而大宏国小有23名学生被滞留在工作 好不容易等积水退去 小朋友们在晚间11点多 陆续都已经回家休息 这对孩子们来说是特别的台风天 不过学校也正在积极清理校园 让同学们在周一可以正常上课 东西新闻新北报道 应该注意 需要发明 诈以后 集成本